大家好,天气很热,今天热个甜酸青瓜吃,除了青瓜外,还有白萝卜,菠萝和小甜椒,它带有星马的特色,烧鼠开胃 在影片开始之前,希望大家支持,订阅,分享和点赞,可以的话顺手按小铃铛吧,有新片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这里有四只小甜椒,把它切开你喜欢的大小和形状 还有一些白萝卜,都是把它切粗条 有一条青瓜,不用批皮的,把它切开头尾,然后去滑 接着切开你喜欢的大小 用一个干净的胶袋入住它 轻轻地把青瓜拍松它,不用太大力的 拍到这样有裂缝就可以了,不要拍到破坏了 现在准备半杯的糖和半杯的白醋 先把白醋和糖混合一起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白萝卜和小甜椒 再把它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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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搅拌均匀 再把它搅拌均匀 可以再搅拌均匀一些 要放入冰箱一晚的,让食材释出苦劫味 在中间的时间,拿出来搅拌均匀 接着可以放入冰箱继续冰 现在已经冰了一晚了 把醃了一晚的糖醋水隔出来 隔了一晚的糖醋水隔出来 隔了出来,这些水是不要的 因为有苦劫味 我会重新再调味 拿干水分5分钟 那有多是晾一下水 我们来准备一些花生 我是用即食的花生 3汤匙 把花生烤碎,不用碎得太紧 很重要的 这里还有半磅新鲜的菠萝 可以切开你喜欢的大小 如果你喜欢吃辣辣的 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辣椒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次调味 有一些砂糖 白醋 麻油 还有少讨厄 还有少许少许少盐 刚才的辣椒 刚刚准备好的菠萝 還有一些芝麻和花生碎 現在我們將白醋、糖、辣椒和鹽 加進去後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倒一些青瓜蘿蔔 加進去,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倒一些菠蘿、麻油 加一些花生碎和芝麻 都是攪拌均勻 混合好之後再放入冰箱醃一個小時 讓它入一入味,不需要醃太久 這個甜酸青瓜 第一次醃的時候,因為醃好 白醋水會有白蘿蔔和青瓜釋出的苦澀味 所以不要了,之後再第二次調味 說到菠蘿不要太早放下去 因為菠蘿會出水 在第二次調味,差不多吃之前放下去就對了 再加上花生和芝麻 是有星馬太的特色做法 到最後不要忘記訂閱 在螢光幕中間按一下 然後選擇訂閱就可以了 下一集再見,多謝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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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